在桃园龟山有一家卤肉饭 曾经被选为桃园的金牌好店 老板不计成本 用五花肉部位加松板猪 加上了用十几种中药卤上一天 这其中卤肉吃起来肥而不油腻 配上了QQ的猪脚 还有卤蛋套餐 只要是用餐时间 几乎都是坐无虚席 落地玻璃窗门内 摆着几张方桌 灯光美气分家 乍看是不是以为 自己来到咖啡厅 但仔细一看客人口中吃的 居然是台湾小吃卤肉饭 大概一两个半会来吃一次 因为我觉得它的卤肉 卤得很到位 然后骨脚油而不腻 它这个已经卤到那个油 整个都逼出来了 所以我们吃进去的时候 是没有的 不会感觉到太腻 粒粒分明的白米饭上 铺满香喷喷卤肉 再加上脆口的酸菜心和葱花 招牌卤肉饭在桃园龟山长寿路上 一卖就是十一年 还曾经被选为桃园金牌好店 老板叶晨阳说 权益肉质有弹性 不干柴的松板猪 搭配皮油肉分布均匀的五花肉 就是最佳黄金比例 做了十几年的卤味 叶晨阳最注重香气层次 连简单的爆香都要分成两次 爆香的食材分成两次下 因为这样子它的香度才能够把它增加 你一次下的话 它的香气就只有达到一个层次而已 仔细看会发现 老板的卤肉都得切成细长条状 除了口感好之外 更容易入味 我们特别要求厂商就帮我们切 这个0.5公分的部分 那这样子你在卤的部分 它就会比较容易把酱汁 跟那些我们的那些配方 让它容易吸收进去 要卤出香气 老板还动用了十几种中药来助阵 肉桂的部分 我们会直接取那个 比较接近树根的部分 那个香气比较OK 相对它的成本就比较高 广皮的部分 对不对 一般比较少用广皮 那广皮的部分就会 我们还会是用这个部分 去去一些肉体本身的腥味 对 然后再提一下它的香气 不同于一般使用中药包浸泡 叶晨阳反而信心 将中药磨成粉与酱油 混合三天 才能加入卤锅 因为那个酱油 它本身起来都还会有一个 清脆味 那个酱油的脆味 它必须就是靠那个 中药去把它融合 然后再让那个中药 本身的发酵会出来 卤肉先炒 再卤 后焖 还得经过一天一夜 才能逼出油脂 虽然整晚吃来肥多于瘦 却不会油腻或过咸 几乎一入口就化散开来 吃起来的话 就是会让我觉得油腻 因为有时候别的地方的 卤肉饭我觉得好油啊 这边的话卤肉 我就喜欢把它拌一拌 一起吃下去 很好吃啊 此时搭配上一盘卤蛋 油豆腐和猪脚 就是招牌猪卤饭套餐 人气不熟卤肉的猪脚 光卤就得花上六小时 猪脚的部分 只选那个腿结的部分 为什么要选那个部分 就是它只有那个 皮跟筋的部分 它没有瘦肉的部分 经过剁拌的猪脚 比起一整只下去卤 更容易入味 一浆片汆烫去腥 再清洗去除杂质 才能进入最麻烦的去毛步骤 此时老板拿出三枪 一支一支仔细检视 要帮猪脚做个除毛手术 还真费时费力 我会先用那个火先烤一遍 把大部分的毛 先把它去除一遍 然后等卤制完之后 再会用夹子把细毛 那个没有清除干净的部分 全部再把它去除干净 干净溜溜的猪脚 还不能直接倒入乳锅 老板坚持得煎炒过增加香气 一般我们猪脚 因为把它裁切比较小块 拌炒会让它那个筋跟皮的部分 比较可以吸收那个酱汁 一般猪脚都是老卤汁 然后就吞烫滑之后就下去了 那我们比较没有做老卤的部分 炒过以后加入中药混合酱油 继续卤上六小时 才能让猪脚入味 筷子轻轻一夹 就能感受到猪脾的咚咚弹性 油油亮亮的卤猪脚 真的好诱人 我其实我不太敢吃 但是我觉得它这家是我敢吃的 就是好吃 它没有那种肥肉的那种腥味 对啊 就是卤得很入味 猪脚卤得很够烂 就是说我们吃起来入口即化 而且不会很油腻 拥有十几年卤味料理底子的叶晨阳 店里的冷卤也很受欢迎 牛肚 牛腱 鸭翅虽然没有深深的酱色 却很入味 喜欢吃辣的一定还会点上一份麻辣鸭血 切开来看几乎没有孔洞 口感相当柔嫩 飘着淡淡的中药香 或是来一块卤到几乎都变色的嫩豆腐 有嫩度却不会一夹就碎 吸满汤汁切腹腔辣 能媲美麻辣火锅店哦 跳脱传统卤肉饭 给人路边小摊子的印象 叶晨阳把店面升级 装潢的相间咖啡厅 红板价格配上舒适环境 叶晨阳想打造的已经不只是美食 便是一种台湾小吃的魅力 如果想要打造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